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g 今天這支影片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買的許許多多戰利品 今天這一集會主要focus在穿搭的部分 然後下集的話會是日本買的美妝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錯過美妝戰利品的話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這支影片我覺得數一下東西有點多 好 我先閒聊一下好了 就是因為我在日本的時候 我每次都懷著一顆想要花光自己錢的心態去 所以我每一天每一天 如果不是看楓葉看銀杏或是去一些景點的話 盡可能我就是填補去逛街然後去買東西 然後每一天晚上我都會跟我男朋友講說 我覺得我今天沒有買很多 我每天要大買特買 就一直在講這種話 可是等到真的是要回去 因為我去八天 然後收行李的時候發現天啊 我真的是買不少耶 東西真的是累積起來很可觀 所以我回台灣打開行李箱的時候 行李箱的蓋子其實是彈開的 並不是說我把它好好的打開 不是 它是彈開 所以我們大家就來看看我到底買了多少東西 首先我要先介紹我在夏北哲買的戰利品 那夏北哲是我這一次去我覺得最好逛的地方 因為比較起星宿元宿色谷 我覺得夏北哲它的那個價格都非常好入手 然後如果你要帶男朋友去逛街 或者是你現在看我的影片是男生的話 拜託一定要去夏北哲逛 我覺得夏北哲的男裝做的比女裝更多 然後選擇更多元 那個價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大部分如果厚實的外套的話 那邊賣2000塊 可是我真的有在東區看到類似款 然後東區是賣大概五六千 可是那邊我覺得2000以內 就可以找到很多不錯的選擇 所以真的真的很建議男生一定要去那邊逛 那女生在那邊其實也是有選擇 因為它就是骨酌二手 或者是一些是新的東西 可是它防骨酌 就是防舊 那邊也是可以找到不錯 只是男生真的店比較多 所以我在夏北哲雖然逛的很盡興 但是我沒有買真的很多 我買了三樣東西 那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件 第一件它是真的二手 在日本我有買過幾次二手的經驗 我覺得日本的二手他們都處理的不錯 只是如果你要買毛衣的話 不太建議 因為我發現二手的毛衣 它的那個起毛球就是 我覺得狀況比較不好 所以如果你與其花那樣子的錢 你不如真的去買一件新的 或是可能就在淘寶買一件OK的毛衣 我覺得就可以 可是褲子或是外套真的可以多看 像這件褲子它二手的 但它就整理的很乾淨 它是一件燈心容的五分褲 然後是那種葬青色的 我自己在瘦竹竿 就是淘寶的店 買過一次五分褲之後 我發現意外的修飾我的骨盆 所以後來其實我一直在物色類似的褲款 然後這一次我在夏北哲找到像這樣子 而且它是中高腰 我覺得穿起來有一種很可愛的男孩感 接下來這件呢 是我在夏北哲的Flamingo買 那Flamingo算是我在夏北哲逛了也很開心的店 它男裝有然後女裝也有 而且它光是在夏北哲那個區域就有兩家店 然後我今天提到的店家 或是我買的品牌 我都會放在資訊欄底下 所以如果你可能聽我影片 你覺得好像聽的不是很清楚 大家可以打開資訊欄 就是有更詳細的註解 這一件就是在Flamingo外面 它掛在外面喔 然後我阿姨跟我們一起去東京嘛 他就 他就說這件很好看 他就拿了之後一看價錢 原本以為很貴 可是這一件是9000日幣 它是厚挺的毛泥 所以即便我因為比較嬌囂 很怕沒有辦法撐起那個衣服 我覺得也不會 因為它整個挺度是夠的 然後因為它綁帶的設計 所以整體我覺得穿起來超級帥 只是像這種外套其實就很難找 因為綁帶的大外套 我覺得我穿起來真的是跟飯店的那個浴袍 就是一線之隔 但是因為它的挺度夠 所以整個我覺得就是穿起來非常非常有樣 最後一樣在夏北哲買 就是我戴在頭上的這一頂毛帽 唉說真的它真的沒什麼特別的 我真的只是因為我男朋友先買 然後後來他在日本的那幾天他戴 然後他買黑色的 我就覺得越看越好看 我也好想買 後我就買了這個顏色 然後它是男女不分寬 所以我們兩個其實也可以交換著戴 然後也不一定要去夏北哲特地去買這一頂帽子 因為在明治神宮有一家Wigo Wigo旁邊地下室有一家叫Span的店 他也有賣這一頂帽子 然後價錢是一樣的 就是1900日幣 只是因為我覺得它戴起來 跟我家裡有的毛帽不一樣 就是它是更街頭更壞的感覺 我想說好吧可以來買一下 就真的只是這樣 接下來我要介紹我在明治神宮附近 就是元素竹下通那邊買的東西 我其實沒有買很多 因為那邊單價比較貴 我看了一些可能看上眼覺得 真的太貴了 無法下手 所以我就斟酌自己買了兩樣 第一件是這一件短板 然後有一點點燈籠袖的毛衣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好看 它有灰色黑色跟這個顏色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比較特別 所以就入手它 去日本前其實我就是想要買一些 大衣外套或是毛衣 因為我覺得他們那邊因為很冷 所以它設計的那個款式更多元 然後選擇更多 但是一直都沒有讓我看到 真的是命中我心的 就後來我看到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對對對就是它 所以雖然它有一點點貴 它換算成台幣是1800還是2000 就是不是說真的很便宜 但是因為真的是款式太特別 很難在外面賺款 所以我就買了它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件上衣 是我在Sense of Place by Urban Research買的 也就是Urban Research的副牌 其實日本有超多Urban Research的副牌 然後很推薦給大家可以去逛 因為他們賣的東西都還蠻日常的 然後跟台灣比起來 他們的那個價錢在日本當地賣 其實是很好入手的 那這件上衣我買的時候 我就是看上它的那個波浪的邊邊 它的那個波浪邊邊有在林口做這樣的設計 然後袖口也有 然後它有很多顏色 它有酒紅色跟藏藍色 我原本要拿紅色 可是後來好像就覺得那個紅有一點點 感覺像是一種 你知道我比較封城女子才會穿的 所以我後來覺得 嗯 才是藏藍色比較百搭 然後因為它有壓紋的關係 乍看 其實很像細的燈心絨 大家不是 它就是絨布然後壓一些些紋 所以跟一般我有的 大概上百件的素T 有不一樣的區隔 因為我本身是素T的愛好者 但是一直買素T也不是辦法 要不然每天都看起來一樣 所以就想說可以買一件也是素的 可是有點變化 他們家衣服我真的是蠻推的啦 因為男生跟女生都可以一起去逛 然後都可以跳到自己喜歡的 接下來這一件上衣呢 看起來非常的普通 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要買 可是呢 我跟你講 你摸到它的材質 你一定會想要囤個一百件 因為它的那個很柔軟 材質很好 很想要拿來當枕頭套的那一種 是真的非常非常輕膚 然後它摸起來是有厚度的 所以不是一般那種棉的壓紋 螺紋上衣然後這樣爛爛的 不是喔 它是有一定的厚度 這件是我在Wigo買的 Wigo這家店非常的妙 它的門面看起來很少女 然後有很鮮豔的東西 有一些亮粉啊 珠光 或是獨角獸包包 就是它東西其實很特別 然後有時候會出現一些 你很跌倒的鞋子 比方講這麼厚的厚底鞋 然後什麼這麼厚的靴子 就超怪的 但是它走進去之後你可以 還是可以挑一些我覺得 百搭跟簡約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不是走那麼 視覺系的話 那邊是有適合的 這件就是在那邊買 然後它是其中 Wigo進的一個牌子 叫Brownie Standard 它有好多顏色 建議大家可以買一些 比較鮮豔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很少 可以買到鮮豔的素題 或者是這一種比較白搭的上衣 它才1590日幣 接下來我要介紹 我在MUSI買的包包 這包包真的很可愛 然後我跟它真的很有緣 講一下小故事好了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它 我最想買的時候 是我在新宿的Lumine EST逛 可是我認真不知道那天發生什麼事 可能那天日本人都中樂透吧 所以超多人在那邊的 所以光是MUSI人家店 擠爆 所以我跟店員講說 Wine Wine 然後店員就嗨嗨 然後去拿了之後 消失了 所以我就等很久 就等太久之後我就想算了 因為那時候百貨公司要打烊 我就想說回家就算了 可是後來我回家之後 兩個晚上 我真的不管是洗澡 或者是我可能回家在放鬆的時候 我腦袋的幻燈片 一直閃過那包包的樣子 然後我心裡面我就說 好 如果我再次看到它的話 我一定要買它 結果後來過幾天我去元素逛 就是我逛Bills的那一棟 它在一樓二樓 所以那家店其實空間也比較大 我就看到了它 我看到它我就眼睛冒愛心 而且我發現 因為那家店比較大的關係 它的貨其實比較齊全 所以它除了這個顏色之外 它還有另外兩個顏色 所以總共是三個 可是我在EST的時候 我看到只有兩個 所以建議大家真的可以去逛那邊的MUSI 那MUSI就是在台灣其實也有 但是我覺得在台灣的單價很高 我自己就沒有買過 可是在日本的話 我覺得還算蠻可以入手的 因為它就是日本時髦女生會逛的牌子 就是東西可能比較帥啊 比較有個性 然後我會買它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我很少手拿包 可是後來我參加了好幾次的活動 我發現雖然兼杯包也不錯 可是手拿包又有另外一種個性跟帥感 而且你看喔 它有手提的部分 它也可以兼杯 然後它兼杯是設計這種比較寬的袋子 寬的袋子算是今年很流行的包包元素 一般都是普通系或者是一般 但是今年特別流行寬袋子 然後我看到好多人杯子的時候 都沒有打動到我 直到我看到它 然後好處是 無論是這個題的部分 或者是兼杯 它都可以裁 所以你可以擇衣 或者是你真的是全部裁掉 然後手拿也OK 正樣戰利品呢 麻煩大家不要用一種平凡的眼光去看 想說不就是一頂毛帽嗎 不 那一轉 你看 是麵包超人耶 所以身為一個麵包超人的粉絲 我看到這個帽子我是很激動 那天我其實是去晴空塔看完之後 然後我去吃麗酒牛舌 如果你問我覺得好不好吃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去吃 可是千萬不要點 好像是第二個選項吧 就是什麼 巴入什麼幾切那個 我覺得就點一般的size就好 什麼四切還什麼的 我覺得那個就夠吃了 因為你如果點太多 繼續吃下去的話 因為它的味道都一樣 然後它就都是牛舌 然後一直吃一直吃 其實有一點點單調 所以建議大家是可以去吃 但是就點那個普通size就可以了 然後因為我的手機殼 是麵包超人 然後我在吃飯的時候 我是把手機這樣蓋著 所以那個店員就過來就說 蛤 I'm my man 可愛 什麼的 他就跟我講 然後我知道I'm my man 是麵包超人 然後就跟我用一種很用力的方式 就是跟我想要溝通 他就說樓下賣場一樓 有賣麵包超人的衣服 跟麵包超人的東西 然後我去看的時候發現是小孩的店 雖然帶著失望逛 逛到終於 我跟你講老天果然有在疼愛我 我就看到這一頂帽子 它有出大的尺寸 然後是我的頭戴著下 然後它有其他顏色 好像紅色跟這一個 我就覺得 黃色很可愛 而且很少見 還可以襯托麵包超人的腮紅 所以就買了這一頂 也沒其他的啊 它就是一頂 比較大的小孩戴戴的帽子 可是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保暖效果很好 只不過有一點點貴 它折合台幣要1200 可是我是麵包超人的粉絲 心在麵包身上 接下來這個單品呢 被問到翻 所以如果你跳著看影片的話 你搞不好會miss掉這一part 就會隱恨你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很棒 主角是他 這件灰色的大衣 這件大衣是我在代官山買的 它其實不是便宜的 因為代官山的東西真的都很貴 我覺得即便存一些些錢 然後你去那邊 你可能也捨不得花下去 因為它的那個價錢 每次只要翻到後面的時候 眼睛瞪大 超想吐血 可是這個價錢我覺得在代官山 已經算是比較平價的 我在日本買的時候是24000日幣 折合台幣是6000塊 一開始聽到這個價格 其實真的會想要就是 愣一下 可是後來仔細想想 我覺得大衣是真的很值得投資的東西 因為它一件它可以穿5年6年 要買大衣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 訂的預算大概也就是可能是在5000到1萬 可是真的當你真的要掏錢買的時候 還是會稍微有一點點心痛 我是在一家店叫NEI買的 它其實是居家用品店 不是真的專賣衣服而已 它還有賣一些香氛啊 一些哩哩口口 其他的生活雜貨 可是精準的店的位置 它是在代官山 卡佛拉 卡佛拉就是一家很有名賣 有點貴的帽子的店 它是在那家店 對面有一個像是小小的白貨 它是在裡面賣的 所以如果你最近有要去日本逛的話 這一件真的是可以賣 而且它還有其他顏色 然後其他顏色我覺得也做得很好看 接下來我的話真的會越講越心虛 因為我去日本 我還是不忘光了ZARA跟Forever21 那我在ZARA買了一條褲子 是這一條 其實我買它的原因是我覺得 長度剛好 遇到將將好的長度 其實對我來講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所以我就馬上入手了之後 我那一天在ZARA的官網看到 台灣其實也有勁 我一般穿褲子的習慣是 我不是很勁 不然我就是穿寬褲 我很少會穿直筒褲子 因為我發現直筒褲子 會顯得我的身高跟我的腿 看起來特短跟特肥 所以我通常不會挑像直筒褲子 可是後來我那天試穿它之後 發現意外的顯瘦 而且因為我剛好要去那個 YouTube的年終聚會 他們的主題是運動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這邊有運動的元素 就先買來存著 後來發現真的很好穿 無論是睡覺或者是 我可能出門逛街 我都很想要穿這一條 再來要介紹我在Forever21買的東西 我現在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要去那邊逛Forever21 是因為我發現 日本的選貨跟台灣的進貨 其實是不同的 自己私心比較喜歡日本他們選的 雖然我在台灣也買的很開心 可是我去日本逛Forever21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的東西 又更對我的胃口 所以我就沒辦法不進去 我就想說算了還是要看 那第一件就是這一件 藍色的毛衣 它其實是比較適合秋天穿的 因為它就是薄薄的 但是我看到這個顏色我還是很想買 因為我覺得冬天的衣櫃 我真的鮮艷的顏色真的好少 所以我現在盡可能 我看到如果鮮艷的顏色 我自己喜歡 樣子也OK的話 我就會入手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買它的原因 也不是說它特別怎樣或幹嘛 就是我覺得看到顏色我自己很愛 那再來這件它就真的是比較厚 但也是短版的 因為我原本有類似像這樣子 我會買一個紙板型跟剪裁的一件燒耳的毛衣 但是那天我穿的時候 好像在公車站等公車來幹嘛 然後別人勾到我的那個毛衣 結果後來那個袖口的毛線全部一樣張開 我那時候真的超生氣的 可是也沒辦法 而且你知道我勾到我還是捨不得丟 所以目前還在我的櫃子後面 但是我就一直很想要找類似款去取代它 然後我在Forever 21看到這一件 它有其他顏色 墨綠 黑 跟這個白 那我就想買白的 因為我原本的就是白的 那它有一點特別的是 領子那邊呢 做破壞的設計 然後整體的那個保暖是更好的 可能怕肚子著涼 不想要露出肚子的話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買短版的 只是可以挑那種高腰或中高腰的褲子 那樣穿起來之後其實也不會受寒 所以這一件我自己很喜歡 不確定台灣有沒有賣 再來最後一樣 算是我這次在日本我覺得 買到11P值最最最最高的 希望台灣有 因為當然大家就可以買得到 就是這一雙靴子 這雙靴子完全看不出來 只是Forever 21的 它的跟高度剛剛好 是不會讓你走起來太累 可是穿起來又可以讓你比例看起來加分的那一種 它的那個切口很好 然後前面又不會太圓 因為我很害怕靴子的頭很圓 看起來其實會有一點點戳 或是看起來比較黏長的感覺 可是這雙不會 整個就是看起來很俐落 而且是要台幣800塊 好 那麼以上就是我在日本想跟大家分享 買的很多戰利品 然後接下來就會是美妝啊 跟我在藥妝店買的啊 或者一些其他離地摳口的東西 我同樣都會放在下一集 然後你也可以跟我分享 東京哪裡還有很好逛的地方 因為我回來之後 我跟公司人聊天 然後公司人就說 你有去高原寺嗎 我就嗯 哪邊 蛤 他說沒有 高原寺 很多古著 很多二手衣 然後很多就是真的很不錯 很好逛的小店 而且價格都比夏北澤便宜 所以我目前新影片第一名就是 好 如果我下次要再去東京的話 我第一個地點就去高原寺 有哪邊私藏的逛街景點 你想要分享給我的話 都可以在留言底下跟我講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喔 掰掰